上个月12号 基隆一名环保局的公务员 开自家车辆外出执行 撞伤了机车骑士 造成对方头部受伤 缝了十几针 还有脑震荡和多处擦伤 双方的赔偿价格谈不拢 情势不满 肇事公务员事后的处理态度 车祸到现在 他也必须要执法 对此环保局则表示 车祸是个人行为 并没有推卸责任 行车记录器拍下黑色轿车 开着开着 突然向左急转 就这样直接撞上一台直行的机车 骑士整个人被抛飞 肿摔在地 造成他头部受伤 缝了十几针 还有脑震荡和多处擦伤 袖出伤口 头上长达八公分的疤痕 已经长不出头发 只能靠医美执法 意外发生在上个月12号 机车骑士载着瓦斯经过基隆必杀鱼港附近 没想到就遭遇严重车祸 不过最让骑士不满的是 赵氏的驾驶是名环保局的公务员 声称当时正在出公差 但开的是私人车辆 事后双方赔偿价格谈不拢 骑士情商议员向环保局反映 却得到意外属于公务员个人作为 这样的回应 你出勤应该都有出勤记录表 怎么可能查证一个事情 查证那么久 撞到人就是造成 那个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嘛 出勤时间他撞到我 他环保局也是要我连带责任吧 痛批环保局推卸责任 不满对方的处理态度 骑士出面要环保局和肇事驾驶 给个交代 只有蔡志恒 吉隆报道